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5月4日星期二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台灣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近日有一名中國籍姓周的男人 就從福建的碩士 駕駛了橡皮艇 成功偷渡到台灣的台中港 直到上岸他呼救以後才被發現 事件引爆出台灣的海防漏洞 不少人質疑這個偷渡的男人目的並不單純 雖然他宣稱自己要投奔自由 但有人猜疑究竟這個人的背景是甚麼 是不是在做一些滲透或超限戰的行動呢?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整件事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這名中國籍姓周的男人 在4月30日 從福建省石施市的海岸 駕駛著一架軍規橡皮艇 偷渡去到台灣 在台中港上岸 被民眾發現 通報海巡人員攔截 台中地檢署 等到他完成隔離檢疫以後 就會依據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去徵辦 檢方已經針對這名偷渡男人的手機裡面的影片、照片 以及通訊內容進行調查釐清 如果正結起訴、判刑確定以後 就會在執行刑期完畢或卸免之後 將他遣返中國 實情整件事當然是疑點重重 首先來說 究竟這個偷渡男 他當初在福建省石施市的沿岸 是怎樣揹著這架 四十多公斤重的橡皮艇 到海岸 而是沒有被人發現 這件事本身已經很不合理 在海岸揹著這麼重的東西 而是沒有人發現 除非他在沿岸去幫艇充氣 但整件事也是不合理 首先 由下水那一刻已經被人質疑 其次的是 這名偷渡男人的偷渡過程 未免太順利了 他在跨越台海中線以前 到底是怎樣完全規避得到 大陸海巡艦艇的巡防 他是完全沒有被大陸的巡防艦 追蹤得到的 沒有人察覺得到他的 除非他事先知道這些路線 或者是有巧合地避開了所有海巡的路線 否則他在跨越中線以前已經被人拘捕了 偷渡哪有這麼容易才行 再者就是 這名偷渡男 究竟他是怎樣來導航的 雖然說 只要在下水那一刻 按照著一個所謂的直線去航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可以抵達到台灣 只要調適的方位 問題就是 海面不是一條陸地的道路 由於海上又有洋流 又有風向 那你靠著什麼來成功導航 是可以從碩斯一直走到台中港 是180公里那麼遠 而是他成功抵達得到 根據這名偷渡男子機宣稱 他說是靠著iPhone定位 那你相信嗎? 靠iPhone定位可以跨越台海中線嗎? 我就真的相當質疑了 究竟兩岸那些電訊公司 他們設置的發射機站 會不會覆蓋得到台海中線那麼遠呢? 若然在台海斷網的時候 他如何能夠利用這個iPhone導航呢? 就算讓他一直整個行程都有信號 讓他講得通 但是呢 就這樣拿著這些橡皮艇 都不是那麼容易克服得到天氣因素 海洋上面 有那麼多的風浪 到底他是憑什麼事前能夠收集得到 那麼多的海象數據 是知道那一天會比較風平浪靜的呢? 台灣的前海軍官校教官呂禮斯 就質疑這個男人 相關的海象數據 都是在顯示著即時的海象 究竟這個偷渡男 是如何事先從氣象預報當中 得知到海洋的情況呢? 這件事又是要被人質疑了 拿著橡皮艇可以偷渡的 往事來說 偷渡呢 你說拿著快艇就比較合理一些 橡皮艇就肯定會避受質疑的了 甚至乎台灣軍方自己也承認 似乎這一架的橡皮艇 從石屍一直開到台中港的機會不大 台灣的海軍司令部參謀長 蔣政國中將就說 考量到這一架橡皮艇的油量問題 從大陸那邊直接開過來台灣的機率 是較小的 所以不少人提出了一個假說 就是說這一架橡皮艇其實是去到台海中線的時候 才是放下海的 在抵達台海中線之前 可能就有一些大船協助他去航行 如果說他去到中線以後才下水 這樣呢 那個偷渡成功的機會當然大增 至少航程又短很多 我就會比較傾向這個說法 這個男人直接從福建沿岸一直到台中港 最後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個男人的偷渡動機 都是非常奇怪的 他宣稱要投奔自由 但是根據紀錄所見 這個男人在大陸根本上 沒有遭受到任何所謂的政治迫害 他也不是什麼異見人士 或者是維權人士 他純粹說自己投奔自由 就很難令人取信 而且他要投奔自由的話 其實不需要大廢周章去到台灣本島那麼遠 比如說他可以去澎湖也可以 甚至乎近近地去金門馬祖也可以 總之他能上岸 被台灣的執法人員拘捕以後 他已經可以宣稱要投奔自由 他已經進入了台灣境內 他為什麼要去到台中港才登案呢? 如果真的要投奔自由的話 過了海就先神仙 這件事也是很難說服人們去相信的 至於這位海軍參謀長 蔣政國中將還說到一件事 他說這種小膠艇 以海軍的岸置雷達 或者艦艇上的雷達來說 都是不容易發現的 這件事其實很容易理解 始終來說 一架這樣的爛鬼象皮艇 由於他的面積又太小 二例 他的高度 只是和波浪的高度差不多 所以 即使雷達未能及時察覺到他的存在 都是很正常的 這正正引爆出台灣海防的漏洞 另外有台灣媒體指出 說這架橡皮艇成功登案 就等同於海防破工 海巡署雖然有機動的雷達車 彌補固定按製雷達涵蓋不到的雷達盲區 但台灣審計部在去年發現 有十幾處雷達盲區陣地 是未有機動雷達車前往架設的 海防漏洞恐怕一早已經存在了 所以台灣方面 這次真的要吸取教訓 因為無厘頭整個這樣的偷渡客入境 到底是否存在著一些滲透問題呢? 有網民找出台灣憲兵指揮部 前副指揮官高寧松少將的一篇論文 裡面所記載的內容 似乎跟現在的個案相當類似 那篇論文的題目是 《特種部隊之運用美中台個案研究》 這篇論文當中預計 大陸攻台可以區分四個步驟 其中一個就是以偷渡客滲透 這是最容易成功的先期作戰計劃之一 論文也說 大陸的解放軍測試渡海攻台飛典型模式 就可以利用潛艇、偽武台灣漁船 利用暗夜運送上岸 滲透入境的特種作戰人員 要在民主自由、物資豐裕的台灣求取生存 並非困難的事 現在這一架的所謂橡皮艇 剛好也是叫做軍規橡皮艇 當然引起了很多網民的無限聯想 到底這件事是否真的投奔自由 這麼單純呢? 我的看法就覺得不是 很難令人相信 各位益友的看法是怎樣? 可以在留言板分享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